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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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子裡想過第一個念頭 通常都是讚美人家的 就是哇 例如說可能看到什麼明星 覺得說哇他好漂亮喔 他本人好漂亮喔 還有就是說可能欣賞他 那一天的穿著打扮啊 衣服啦 髮裝啦 對 我就是 應該是 我是屬於會看美女型的人 就是雖然我是女生 但是我很喜歡看美女就是這樣 就是跟他拼了 讓他消失 講說說我肚子有那個一塊肉 好我就跟他拼了 就跟他就是 勵志把那塊肉給消失掉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對每個人對這個身材的要求 例如說我可能就是胖了一公斤 兩公斤我馬上就會開始減肥 雜誌 我很喜歡看雜誌 尤其是歐美街拍的雜誌就是我 我通常會去定期去訂歐美街拍 就是一些國外模特兒啊 還有一些國外的名人 好萊塢明星他們的穿著打扮 然後在就是網路上會有很多 例如說可能米蘭時裝週 什麼什麼時裝週 其實內地跟台灣的明星都會受邀去邀請去看秀 然後看秀的時候其實他們的穿著打扮我也會注意 所以每個明星的穿著打扮我也會注意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很好學習的一個媒介 還有學習跟模仿的媒介 所以我覺得就是雜誌跟雜誌書籍跟網路 都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學習fashion的一個地方 一半 一半是跟一半不是 因為呢 呃 是的原因是你的確是這麼老了 就是你的確是已經到那個年紀了 那另外一半不是的原因是 你如果保養得很好的話 你看不出來的話 你也就是看起來可以減你一個十歲或是二歲